我们开玩笑说是这个上海第一腰花腰好啊 这位老兄今天可以复出来打比赛 但是这个换外言的程序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无法落实 一打二 而且这个二要不也有可能输掉比赛 也有可能赢的不是非常的轻松 你几年打北控都这样吧对吧 也没有制造犯规 忙得还是相当的不错 情络有点较劲啊 绕出来之后还是能够打中但这球打得并不合理啊 是 人帝赚了三拳 上海队的比赛如果开局打好的话 整场比赛会变得非常的流畅 联盟和级别最高的一所大学了 是 好球 好球连续在类似位置的第二个 走着掩护 再到金毛这边 好球 今天金毛的比赛感觉比打广杀那场的感觉好多了 好的 好球 好球 这样的话呢是对面的教练刘维伟叫了一个停 虽然这段时间球队在三秒区内对上海队形成极大的压力 但是在分差上面呢依然是上海队占优 再看一下对面的这种失误 对面其实进攻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是靠着大量的进攻篮球二次进攻才把分差呢现在阳述 被把架的打法维持很久身体也吃不消 这道运气球捡回来了 还剩7秒 靠自己娴熟的盘带球化解出来 快攻 没有把球往前给 对吸引一下对方空出来 聪明对对对 我先不传因为这球传的有可能会失误 再传给卢伟 来 强测2打2 考球 但今天真的好在吴前的进攻手感真的是太差了 真是 真是 这不是 这完全不是他正常的水平啊 是 吴前是一个篮很准啊 这个赛季场均能拿20分左右的队员 这场比赛 主场打广东有一定的关系 啊 拼了有点太累了 拼得太累了 好球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反击 再给到弗雷戴特 弗雷戴特 好球 简单的一个担当掩护拔起来就投 起码 再转 盟里面 啊 摆脱了 准多朋友问刘伟到底是哪伤了 西部的这个训练的时候 哈斯布鲁啊 还打撤步投篮 这就是开玩笑 啊 这就是开玩笑 张教旭现在不追求我抢的篮板 而是说我不让你哈斯布鲁抢他就可以 好球 好球 2-1 好球 罗汉珍虽然各小的冲起来这么打 还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消息力 是 有速度啊 这一下云中漫步 跳在空中找了一下吴钱的对抗 这个其实有点像去年啊 或上上个赛季打深圳的那个系列赛 啊 最后被对方的这个大外员打爆 张绕区被打爆 他队员呢 这个球其实是斯科拉的问题 斯科拉应该要去顶一下人啊 张绕区 一输兄弟 今天的第一分 吴钱 哎 这一下传球失误了 吉马 急刹车 好球 把对手打停了 把对手打停了 连续的一波 地位单打还是布鲁效果都不是非常好 吉莫要一个泡头好球 好球 好球 拆下来 拆下来 哦 厉害哦 哦 这个公子路什么动作都会 对 好球 来就追一个三分啊 好球 哎呀这个 基本可能觉得我这传来传去 跑来跑去也累啊 哎 还不如我自己来吧 就简单点啊 对 好球 好球 哦 哦 黄的已经非常不好非常好了不吃黄 是 今天其实呃整个朝鲁银行队的防守球员都不吃寂寞的黄 是 我就是你你晃我在那站着 那集合这球也厉害 这这个就真的是转了365度之后自己转到了一个篮下篮下的机会 金马 今天的得分来到第29分 哇 金马 又来了又不讲理了 这个太没有道理可言了 个人第三次犯规 金马 哇 神仙球 神仙球 这一场球 节奏给到卢艾完全的破位 好球 对方的防守被破坏了 明天离开了 这个这么多年的核心 马上特点是离开了 就肯定会有这个 影响 是 回来 真的你相对当代篮球的快节奏 金棒 好球 罚球线 单脚投篮